今天我蒸了一锅大馒头,特别柔软,挺好吃的 今天主要就是跟大家分享发面的过程 今天我用了500克面粉,5克酵母,半烧白糖 白糖一点都不甜,主要是为了促进发酵 然后用270克的温水和面 这个温水制的是35度以下的温水 先用筷子给它搅成面絮,然后再下手给它揉成团 然后盖上保鲜膜,密封发酵 现在天气还有点冷,我们给它制造一个温暖的环境 水温30度左右,然后关火 把面盆蹲上面,这样一个小时就能发好 这是发好的 手戳进去,没有回缩,就是发好了 而且里面有好多小气孔 发好的面揉面排气,揉成馒头 然后二次醒发,15-20分钟 看到馒头明显体积变大,而且拿着轻飘飘的,就是发好了 然后水开,上锅蒸15分钟 然后我就得到了一锅特别柔软的大馒头 想不想吃